太阳升上来新闻端出来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正经纬 非常高兴 9月4号 金其一我们在空中见面了 那当然今天非常高兴 在周一要跟各位来谈的是 平地一声雷 当然这个话说 在8月29号的时候 美国这个商务部长雷蒙多 正在中国访问的期间 华为突然 公布了他们最新的手机 Mac60 Pro这个款 当然这个手机这些天 我就在看新闻的后续发展 那当然也看到 这个算真的是平地一声雷 打的这个雷蒙多 是晕头转向 蒙了 那当然这个美国总统拜登 那边也蒙了 那怎么蒙 跟各位来聊聊 那当然对华人朋友来讲 华为被沉疾三年打压 对不对 华为手机始终推不出高端手机 那华为的营业额也下降 大家过去引以为傲的华为手机 似乎在市场上正受威胁 因为说实在话 要不是当年特朗普开始动手修理华为 今天的华为手机 早就把水果牌给打掉了 对不对 因为水果牌手机 我们知道它的销售业绩 是逐年递减的 非常的明显 那前前大概三四代的时候 那时候水果牌手机 只要新机出来 9月份发表 市场三个亿 三亿之手机的营业额 但是最新的马上 现在整个市场评估 今年iPhone15不是要出来了吗 那预估今年的iPhone15的销售量 大概只到8000万 各位就知道 3亿到8000万 那是什么概念 当然没有进步是关键 那没有进步 我干嘛换15 我13 14就将就用这一点 当然经济通胀也是原因 还有它功能没上升之后 它价格上升了 那当然它说它变得更薄 更小 什么续练力 这些没有新意 没有新意 那回头来讲 这个水果牌的 现在说起不好听 没有美国政府保护 它早不是这番光景了 什么8000万只 我看大概可能掉一半 腰砍更惨 那回头就讲 中国的华为这支 当然这些天 各界人士 大家就开始猜 这个当然不用说 中国相关的股票大涨 对不对 市场基本上是看到利多 当然华为股票是没上市 但是听说华为的这支手机 现在已经是转手 再加1000块人民币 这种行情在卖 就说它是好像6900多 现在如果你急了要 也可以8000块 对不对 就有 有货 当然就价高者得 那也看得出来 这支手机确实是一个 中国人的骄傲 因为华为确实当年 创造了一个叫做 中国科技的领头羊 但是从特朗普扣了孟晚舟之后 就看得出来 美国对华为宣战 一个国家对一个企业宣战 当然 这个讲起来有点丢人 对不对 用一个国家之力 请全国之力 打击一个企业 你就知道这个企业多凶悍 那当然也看得出来 这个美国甚至不武 玩了一个阴招 把孟晚舟扣了 对不对 后来又莫名其妙给放了 也不能说莫名其妙 是自己没底 最后只能放人了事 那但是到今天的拜登 只是不断的加大 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的封杀了 但是中国这次非常的漂亮 不管是华为 不管是中国政府 或中国人民 对于这个Mate60 Pro这支手机 其实最重要是给雷蒙多下马威 当然我想雷蒙多自己心里有数 他大概蒙是蒙在哪呢 雷蒙多蒙在哪呢 他就奇怪 我们搞了一大堆这个芯片法案 为什么华为还能出手机 而且是高端的 对不对 那接近呢 当然华为没有多说是5G了 但是内行人测试呢 说他的速度各方面达到5G的标准 今天我们就不要讲那么多科技数字 为什么大家听了蒙了 对不对 我就看有一些这个媒体报道 写了一大堆数据啊 那个都是科技科技专家去研究就好 咱们今天讲的就是最重要 美国蒙蒙在哪啊 但是雷蒙多很蒙了 对不对 平地一身雷震的他大概都傻了啊 我相信啊 可能那个美国驻华大使馆呢 马上买一支啊 要买一支啊 送来给这个部长看看 部长一定说我要看看华为啊 最新的手机长什么样子啊 搞不好出八千了就他们家啊 那一定马上送上一支嘛 他至少回国的时候 拜登一定问他嘛 你搞什么呢 你去中国对不对 怎么谈的 才在那边 讲的这边手机就出来啊 一定要把他抓去训一训嘛 所以他先可能要带一支回去 跟老大报告说老大 你看他们手机啊 长得这个样子啊 他们两个是不是要用一用看一看啊 到底他厉害在哪 交给那个相关单位 回去把他给拆了 咱们来研究一下啊 这一定的一定要研究 这也不担心啊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结果为止 美国这个算是白宫啊 方面没有发表任何声明啊 但是他也知道 这个时候讲很丢人嘛 政府对一支手机在那批评 对不对 代表又没高度了啊 又掉掉掉渣掉渣啊 但也不第一次掉多了 所以现在来看呢 美国政府也懵 他们当然呢 知道啊 这个华为出手机啊 这件事情 或许有可能 但他们觉得不会那么快 因为早有传言呢 大概在 前一阵子就有在传言 那个是美国半导体协会 发的消息说 华为啊 拿了政府啊 这个中国政府啊 不是美国政府 中国政府 300亿啊 然后呢 华为买了两家厂啊 那这两家厂买下来之后呢 就开始要做啊 要做这个自己做芯片啊 那当然这另外呢 还要再做三家厂啊 那这个第一个是福建啊 这个金华集成电路公司买掉 另外一个是深圳啊 彭新微集成电路啊公司啊 那当然呢 将来的这个金华呢 生产的是D-RAM啊 那关于呢 彭新要做28奈米的芯片啊 那但这个消息 美国是觉得不怕了 你要做到什么 三奈米五奈米七奈米 好歹要十年 对不对 就算你自己啊 想办法搞光科技 什么技术突破 什么中芯国际跟你合作 都不管 最快十年 对不对 所以当时的 现在的这个拜登啊 是笃定的不得了啊 笃定的不得了 觉得说 中国十年内 没戏没戏啊 当然这个我们就要讲 美国这个国家啊 他在发展的过程中 尤其二战之后啊 他非常的理解啊 因为过去的国家的强大 大概有几个手段 加大生产力 所以很多国家以前呢 叫鼓励生育 为什么叫鼓励生育呢 对劳动力吗 对不对 有劳动力 你就有生产力啊 那当然呢 如果本国人呢 生产不够 就像那个当年的大英帝国 抢殖民地 对不对 那抢来的人呢 就是他的人了嘛 对不对 然后就说 你们是英联邦 对不对 那然后你们说的生产力 就是我的生产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手段很多 那当然还有透过战争 对不对 抢啊 其实殖民地也就是战争了啊 抢人家的地嘛 大概就这两种方式 但是二战之后啊 不能搞殖民地啊 对不对 那个民族主义抬头啊 这个殖民地纷纷独立 你美国呢 又号称自己是全世界第一个民主国家 如果你还去搞殖民地 不行吗 对不对 那第二美国人呢 不爱生啊 但是二战之后有婴儿潮 但是啊 各位要知道婴儿潮归婴儿潮 那个美国男人少了很多啊 所以美国那时候啊 各位可能去查资料会发现 美国引进大量的欧洲难民啊 来到美国 干嘛 要生孩子啊 要有男人女人啊 这个国家 他坦白讲打仗啊 美国那个在打跳岛战争啊 在太平洋战争 平均一个岛 各位去数打多少场 一个岛死一万人 美军死一万 代表一万个男性没了吗 那另外一万个女性就没有老公了 那谁跟他生啊 对不对 那找一个来也顶不了一万个嘛 重点是只有靠移民啊 所以美国在那时候开放了大量的移民啊 来到了美国 最重要 讲穿了 并不是什么人道了 什么没有那么高了 对不对 要的就是生产力啊 德国当年引进了好多那个土耳其人啊 所以德国的土耳其餐啊 也是一流的 对不对 因为人口短缺 打仗没男人呢 就不行了 对不对 所以听说很多关东军啊 后来都被苏联扣了 一个都不准走啊 好好的这个表现一下 将来呢 才能回去 好 那这个不扯远回来了 那当然呢 美国就发现不能搞这个不能搞那个怎么办 搞科技 科技可以啊 加大生产力 对不对 我用科技力量领先嘛 让国力上升 虽然我没有大量的生产力 比如说 这种大豆啦 玉米啦 做很多坦克车大炮啊 这都要劳动力嘛 我没有这些劳动力怎么办 我靠科技 我科技优势啊 我用我的质来去替代我的量 所以美国那时候就开始搞了后来的什么 阿波罗登月 对不对 说是登月 实际上是一次科技提升 政府拨前 说是搞太空计划 但是所有的科技业 真的 现在回头去看阿波罗计划 真的把美国科技 拉了一个层级 所以呢 美国在这个过程中啊 他就发现科技领先 就可以超越苏联嘛 苏联那时候跟他竞争 那当然这个军备竞赛 中间比的还是科技嘛 所以美国只要一发明新武器 那个一仓库的旧武器呢 就淘汰 这个苏联那时候就是输在这 他呢 好不容易 跟美国做同样级别的战斗机 飞机啊 什么这些坦克车大炮 他就开始大量制造了 对不对 跟他起舞相当 美国用科技呢 又上升一级 那苏联这一仓库 废了 对不对 好没办法再研发 再追上来 钞票 烧钞票 对不对 就这样玩垮他 所以美国制造科技很重要 所以就话说在70年代 美国其实在二战的时候 就发现 这个士兵作战啊 这个地图啊 往往不准确 对不对 你想那个南斯拉夫大使馆 中国大使馆被炸 你就知道美军用的地图有多旧啊 好了 所以在以前呢 那更糟糕 可能拿到地图啊 到了现场一看 跟现在完全变了 路也变了 什么都变了 对不对 所以打仗的时候呢 出了很多乌龙啊 至这个 这个伤害有军啊 或把自己的这个军队给炸掉的什么 都都有了啊 太多了 那个都不好讲啊 太丢人 自己人打自己人的 多了 以为敌人在那边轰了半天 一看 哎呦都自己人 好 那就再见吧 好 那所以后来啊 当时美国就想到一个科研 在70年代的时候啊 美国国防部啊 就跟这个学术界啊 研究 学术界就跟这个国防部讲 那个GPS理论啊 全球定位系统 巴拉巴拉讲 讲完之后呢 国防部啊 在这个70年代啊 就启动 1973年就启动了一个叫做 GPS全球定位系统啊 的计划 那当然呢 这个拿到预算以后 在1978年呢 第一颗卫星就升空了 对不对 上球 好 那当然呢 这个最终了 差不多在1993年的时候 全球定位系统 算是晚了啦 那他一定刚开始在美国本土上空 慢慢扩大 北半球 什么中国 什么苏联 对不对 都上面都要有卫星啊 GPS定位 那个军方的目的是 因为在70年代 美国发射了 就是发明了很多洲际飞弹啊 那洲际飞弹 射程都在5000到1万公里 如果没有GPS啊 你靠那个 陀螺仪啊 惯性导航啊 什么 他的误差太大了啊 那一定要GPS定位 能够很准 那你定位准 最终啊 最终理论上 全球 这个定位啊 他的目标是33颗啊 卫星 笼罩在地球 没死角 任何武器 武器啊 发射 一定非常准确 所以美国的GPS 现在 听说是已经31颗了 31颗啊 够够用了啊 他的精度啊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那个地图啊 叫民用 民用版本 民用版本的误差值啊 是100啊 军用这个级别的GPS 误差值呢 最小到哪呢 跟各位报告一下啊 那是这个30公分啊 30公分啊 30公分 差不多这样啊 30公分 误差值啊 那这样一个飞带来到 30公分误差值 那等于没差嘛 没差啊 好 那当然呢 这个后来这个会开放 原来是不开放啦 是只有军用 后来是因为在这个 呃 航航吧 007航班啊 1983年的9月1号 这个007不是不知道 是不是跟电影有关啊 当然呢 当时这架航航007啊 他航道偏移 进入勘察家半岛 苏联领空 那苏联战机升空啊 再三警告 最后呢 这个驱逐不了 发射飞弹起落啊 造成呢 269人罹难的悲剧啊 那当然为什么要讲 这一段GPS啊 当然后来里根就开放 让有民用版啊 什么诸如此类 那为什么要讲这一件事情呢 就说美国当年在科技发展的时候啊 他是独家啊 不给任何人用 连美国人都不能用啊 对不对 更不要说航飞机定位什么 都不给人家用 那后来是因为航航压力太大嘛 83年的空难 那后来呢 这个当时在北半球那一带啊 都已经有GPS啊 南半球还没有 那后来不得已嘛 这个里根来自民间压力太大 民间也知道美国军方 有这一套全球定位系统 非常的准确 很厉害 后来里根就只能开放啊 但是后来好几次修法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GPS我先给你们讲 免费给大家用啊 平常给大家用 但是如果国家安全 作战啊 整整原因啊啊 这个我们呢 可以把民用系统关闭 就我先跟你讲好 我这个不是绝对不能关的啊 因为现在平常没打仗 大家用用啊 用用这种啊 就是100米误差的 但是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会关掉啊 好 那这个是美国法律啊 但也因为这样啊 各个国家都没GPS用 对不对 那时候受限嘛 大家都知道GPS厉害啊 打仗有GPS啊 那发射的飞弹准啊 因为现在所有的飞弹 都要卫星定位系统 那当年苏联一看 美国不可能给他用嘛 对不对 他的飞弹设计 如果全部用美国GPS 一打仗美国一关 他就没讯号啦 对不对 美国军方的飞弹加密 有讯号 你没讯号 现在是因为没有加密哦 开放的哦 对不对 但美国只要一锁码加密 你进不去啊 你就没了 你GPS就再见了 所以呢 这个逼得这个苏联啊 他们就开始叫做格洛纳斯系统啊 到现在已经建立全球了 建立起来了 到俄罗斯 他不停的增加那个卫星数量嘛 涵盖啊 所以这个俄罗斯自己搞一套 因为你不给我啊 我一定要用啊 怎么办 做好自己做一套 中国也发现 对不对 当年许多这种GPS的这个事件啊 那当然呢 中国也决定啊 发奋图强啊 搞这个什么 北斗系统 经过这些年 北斗系统也是啊 涵盖全球 刚开始的时候 美国就在笑 哎呀 中国的这个北斗啊 一定不会成功啊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但人家北斗现在厉害的很 这一次啊 华为的新手机啊 有个叫卫星讯号传递 说这是什么概念 因为在北斗系统 它最厉害的地方啊 它在透过这个卫星讯号 可以传短讯息 这个是很多别的系统 没有办法做到的啊 但北斗系统可以 所以你如果 华为这个手机里面 用的这个卫星啊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是北斗的 它就可以啊 在山区或是 没有一般的基地台讯号的时候 它可以透过这个系统 求救 对不对 说哎 我现在被困在什么地方了 怎么样怎么样 它可以还是可以对外游联络 因为一般手机啊 像我们在新西兰 你只要走到 偏远山区啊 那没戏啊 那真的没戏啊 对不对 就说句不好听就瞎了一样 所以GPS现在为什么汽车GPS啊 要你先下载地团 就是因为至少你别傻在那个地方 你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 因为没有那个基地台讯号 你好歹靠GPS还可以定位怎么走 对不对 但你没有办法对外联络了 好 所以呢中国有北斗 那欧盟呢有加利略对不对 欧洲也不消息美国人呢 到时候一关机都死定加利略啊 那印度呢也觉得不对啊 他做了一个就印度上空现在有的哈 叫区域导航卫星系统啊 那能财力啊 这就是小区域的 在他头顶最早是巴基斯坦啊 怎么这边啊 孟加拉啊这个地区啊 那日本呢也搞了一个也是小区域的 叫准天顶卫星定位系统 就这个讲到这里就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任何的东西啊 如果你想这个封杀别人 别人只会更向前跑 就举一来讲 这个中国在这件事情 平地一身雷了哈 那原因在哪 就是美国是蒙在哪 蒙就是蒙在说 中国为什么跑得那么快 中国原来可能在他们眼里十年 对不对 但这是十年后该发生的事 为什么今天联盟多在中国的时候发生 所以现在美国白宫不讲话嘛 当然外面美国媒体有很多说法啦 说这批芯片啊 他们呢 等台积电啊 把那个华为订的这个麒麟芯片啊 最后一刻 装机 飞机在5月12点 起飞啊 据说当然现在都是说啦 说当时呢 华为大概订了1500万片 1500万片 奇灵 这个9000的芯片哈 那当然呢 呃来不及嘛 赶工 呃台积电只完成了封装 全部做完 450万片 450万片 封装 做好了 另外1000万片 没有封装 但是交货 差50万片 对不对 那时间的关系做不出来啦 那一定是大家讲好 那华为说没关系 没封装 先给我 对不对 钱我们在谈嘛 那台积电以客为尊哦 交货 没有违反美国的约定 所以在2020年的9月15号 5月 那这1450万片的麒麟 9000芯片 到了中国的华为手上 当然呢 有些人说很快 说华为已经用完了 隔年就有人说华为啊 已经零库存了 华为没出手机 那有人就说啊 这是很多美国的媒体就说 这一次的啊 这个Mate60啊 就是用了当年的库存片的啊 这个1000万片啊 用完之后就没了 但不管美国媒体怎么唱衰华为啊 但是啊 美国的半导体行业啊 坐不住了 高通 这个Intel这两家公司啊 我看这两天都快疯了 为什么 他们认为啊 美国芯片法案 对不对 要打击中国的半导体产业 他们就是最大受害者哦 他们的业绩大概有25%到30% 是在中国市场 但政府现在压力那么大嘛 对不对 一定逼着他们要退出中国市场 那没办法嘛 就退了嘛 对不对啊 那只能慢慢想办法 把这些市场开到别的地方去 因为如果这不行就只能关生产线啊 那业绩就要下滑 股价就要下跌啊 但没办法国家政策 你要是不听话 你将来可能就这样了 对不对啊 好 所以啊 这个他们就想算了 但没想到 没想到华为出了新手机 用的又是麒麟9000啊 S这种算是非常先进芯片啊 这些大公司啊 倒不是怕华为卖那个手机了 他怕的是啊 也不是怕回不了中国市场 他怕的是啊 将来华为啊 做出来的芯片 跟他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他们怕的是这个 对不对 对他们来讲啊 1500万手机了啊 那芯片他们不担心啊 将来呢 这个重回中国市场啊 可能呢 要重新啊 重启炉灶 路途遥远 他们也不怕 他们怕的是什么 未来啊 因为中国只占了25到30% 对不对 他好歹有75啊 甚至到这个等于算是 很大的比例啊 是在海外市场 那华为呢 怎么可能做了只有自己用 改天呢 一辆一出来卖到全世界 那完蛋了 美国政府等于是啊 帮他们制造了一个对手 这个你想 你如果今天是高通老板 英特尔的CEO 你你你你你你你 你不会想到这个上面 都疯了要 这叫疾疯了 可能明年 这个市场就要变化了 709千就卖的满满全全全世界都是的时候 高通跟这英特尔混什么混 他们靠的就是这个啊 所以现在这个这个美国政府压力一定很大 我就相信啊 我猜了高通跟英特尔的CEO一定打电话到椭圆办公室嘛 对不对 不管谁接 一定要发顿牢骚搞什么呢 对不对 我们这样配合牺牲中国市场 结果你搞一个出来 跟我们争夺全世界市场 不傻子吗 所以这个这个 为什么说人啊 这个没知识啊 要常去看电视 对不对啊 那如果你又没知识呢 又没常识 又不看电视 你就不知道 你看我们一讲GPS 人家都知道 全部人都知道 但那个椭圆办公室的 可能都忘了那件事情 当年美国搞GPS 造成全世界 大家都有全球定位系统 所以啊 我真的是觉得 这个美国战术啊 现在做一个比喻啊 在战场上 那是乱成一片啊 所以我一直在 个人在观察 个人观察啊 实际上 这个现在 美国总统拜登啊 现在可能真的要考虑到 他的这个战场上的主帅 这个布林肯的能力啊 到底在哪里 因为 这个布林肯啊 大家知道 国务卿是整个这个中美 这个竞争当中的操盘手 也是所有美国外交政策的 领头羊啊 带着对走啊 他是内阁首席 那基本上 所有的部长 所有的工作人员的汇报 到他这里来啊 他跟总统报告的时候 只是最后决策方案 ABC 来报告老大 您决定 用哪一个方案 对不对 A方案有什么有缺点 B方案 C方案 我跟你报告完了 因为拜登也是总统嘛 对不对 日理万机啊 那些这些小事情啊 不可能都他来一个一个去听 来评估 对不对 而且有人都说 这个理论上拜登十点之后 才进办公室嘛 所以呢 这个加上他的体力啊 听说他好几次在开会的时候 大家说等总统讲话 总统都说我现在好累了 对不对 诸如此类 因为确实你听到有些事情啊 够烦人了啦 都八十多岁 一般很多人啊 对不对 像我们观众里面 可能都有八十多岁 现在都在想那个天伦之乐 逍遥的不得了 他老人家还在那么辛苦啊 所以我觉得到现在这个战术来看 美国的对华战略啊 是彻底失败啊 那真的是呢 这个有一点点呢 这个华为奇袭啊 奏效啊 这个已经是下惨了拜登啊 所以我觉得测换布林肯啊 真的有可能发生 因为现在俄乌冲突啊 也是烂摊子一个啊 那另外来讲呢 这个2024总统大选即将来临啊 那测换国务卿呢 也不是没有过啊 不管是特朗普或当年的里根呢 都换过啊 那换了这个 人在哪里呢 预备人选啊 其实呢 这个美国政坛啊 人才啊 比比皆是啊 这个布林肯也不是唯一啊 换一个布林肯上来呢 可能对华政策呢 这场仗啊 还会打得更顺手啊 在过去打不顺手的理由啊 总要有个替罪羊嘛 那布林肯就背这个锅啊 你就去吧 反正呢 这个政治就是那么现实 打正仗为王打败 不可能跟老大算账嘛 下面的人自己出来扛 对不对 自己出来扛啊 所以看得出来中国今天的科技飞跃啊 美国努力阻止的结果是失败的啊 当然呢 这个华为还要加油啊 这个中国的科技业还要加油啊 那美国现在唯一大概能做的 就是在加大封锁禁令什么加码加码 没关系你就继续加 你加的越多中国的科技业啊 向前跑的速度越快啊 这个必然的嘛 人都是这样 如果我能买到又便宜又好 我干嘛要自己做呢 但我都买不到的时候怎么办 就靠自己 所以我们常有一句俗话 靠山三倒啊 靠人人跑啊 对不对 就靠自己永远不倒 好吧 那当然呢 这作为我们一起努力的目标 我们也希望呢 我们做任何事 永远靠自己 对不对 靠自己最牢靠啊 永远不倒啊 加油 华为加油 大家加油 中国加油 好吗 那今天非常感恩各位的支持 也谢谢各位在下方留言 现在我发现 我们现在留言的质量越来越高啊 那我在看各位留言的时候呢 这个也看得出来 各位对事情的判断的观点水平啊 哎呀那真的是非常的惊人 所以常说啊 高手在民间啊 希望各位留言 让我也能够学习好吗 那关心国际大事 那一定要锁定 金尾点评哦 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拜拜